伯仁传,与智波般再次被转生,重伤四月,佐良娜觉醒神秘之童。 与智波一族是牧野村中最悲催的种族,与智波又为了佐助将整个族人都杀掉,代徒为了创造一个阅读世界将整个忍者世界陷入一次次的危机之中,与智波般为了复活又利用了代徒,与智波一族是整个活营世界的搞事者。 在大透目灰夜之战结束后,佐助成为了与智波唯一的幸存者,虽然育有一女,但是血统不纯正和同理觉醒条件苛刻,佐良娜并不能将发挥出与智波一族的真正实力。 国外一个火影番外作品,利用复活的与智波般,成功激发了佐良娜体内的与智波血统,觉醒神秘之童。 与智波般再次被转生。 药师都在整个忍者大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反派作用,他使用的灰土转生之术,为带土带来源源不断的强大忍力。 毁土转生之术 毁土转生之术最强效果不仅仅只是复活死去的强大忍者,而是复活之人能够拥有死身和无穷的查克拉。 可组织只要是聪明,就会利用这个技术来复活一些强大忍者,忍者不再多,强就行。 并且这个技术的掌握在这个新时代的世界并没有多大的难度。 翻外故事中,可组织外镇人元清,正是偷学这个禁术之人,他绘图转生出最强的人者,曾经让无影文风丧胆的与智波般。 当然与智波般这次的对手并非是明左两人,他将队长木叶丸的腿砍掉之后,他面对的将是人界的新小强、伯仁、四月和左娘娜。 虽然与智波般掌握戒除之术,但是在这个新世界,他能有什么留恋?不过看到了自己的后代作央娜,他开始有其他计划。 新时代的人者已经没有了以前的人者的坚毅,还有对忍术的执着。 无论博人,四月和左娘娜娜有什么本事,都绝对不是与智波般的对手。 与智波般要对付这三人,简直像踩死蚂蚁一样简单。 当然与智波般难得能够复活,他当然会和这些小屁孩人这玩玩。 虽然亲给与智波般下达杀掉这拨人的命令,但是与智波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差劲的与智波一族的人。 左娘娜居然只开启了三沟玉险伦眼,这无疑让与智波般觉得他是与智波一族的醉菜的人。 无论是本著对后代的执着,还是对后代的叹息,与智波般企图用方法将左娘娜体内隐藏的实力激发出来,至少升级几次血轮延吧。 与智波般将目标转向了四月,直接将四月的身体击穿,残忍的画面,至亲的好友倒在左娘娜面前,这个条件刚好达到了血轮衍生级的环境,左娘娜一声痛哭,爆发出惊人的查克拉。 左娘娜觉醒神秘之童 左娘娜体内的与智波一族的血统,被眼前的一幕激发出无穷的潜力。 左娘娜的同力得到了升级,但是这种升级事前所没有的,连与智波般也没有见过,类似于四勾玉,但是又区别于四勾玉,这是一种一边同力的进化。 强大的查克拉围绕住左娘娜全身。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左娘娜的同力发生异化? 原来这是因为左娘娜的血统不纯正的原因造成的。 这种异化的基因,让左娘娜的同力发生了变化,觉醒神秘之童。 不同的基因产生的同力升级比纯正的同力更加厉害,如果说,与智波一族的同力需要大量的蓝,而左娘娜同力的使用并没有这种缺点,不存在的血统让左娘娜意外地弥补了同力缺蓝的缺憾。 新时代的人者有助新时代人者的风范,四月被刺穿身体奄奄一息,博人也怒了,立即开启纹身模式,变成了大痛目形态,而左娘娜爆发了强大的同力压迫感。 与智波班这次成就了左娘娜的变异同力,她反而对博人和左娘娜的实力很感兴趣,一场强者之战即将爆发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再见。